我們就看這個題目,它就說是有一個equation 包括了兩條street line,street line就是我們所說的直線 就像這幅圖一樣,有兩條直線 第一條就是x加y加4等於0 另一條就是3x加2y加10等於0 第一條在A部分,要做的就是找回 coordinate of the intersection P of L1 and L2 我們要找回他們的intersection,即是雙交 找回雙交點,P仔的直是多少 其實P仔在這裡,跟L1,L2相交 所以我們就用回L1,L2的解析 找回P仔的直線 L1就是x加y加4等於0 L2就是3x加2y加10等於0 這裡,你會看到1色2色相似,也是差一個倍數 我們就把1色乘3給它 即是3,3乘3,這邊也是乘3,0乘3也是0 然後去到下一步 其實我們就直接把2色相減 減完,x沒有了,只有0x 那這邊呢,減完之後呢,就只有1個y 那這個就是12,減10,就只有1個正2 就等於0,這裡是 那我們就算到了,其實呢,我們那個y的值 就是負2 那把y是負2丟到原本一色這裡 那我們就會有x-2加4等於0 那x就會算到也是負2的 那所以呢,我們第一部分 那P就是這個鈕 就是負2,負2來的 那接著呢,去到第二部分,B部分 那我們就知道了 L就是一個直線,又是直線 那有PASSRUPE,就是穿過P 那還有呢,Y INTERCEP是3 那就說過了,Y INTERCEP X軸的所有都是0 所以它就穿過03的一點 那還有我們要找那個 EQUATION OF L來的 那接著呢,我們用回 Y-Y1 OVER X-X1 這個公式 再Y1-Y2 X1-X2的公式 那我們這裡就知道我們現在有2點 1點就是P仔 負2負2 而另一點呢 就是它那個X軸的點 我們叫做Q仔 第二個就是Q仔 那就是0和3 那我們去找的時候 那個XY就是我們那個Variable 即是會動的一個數值 那我們就會是Y-3 X-0 就等於我們那個3-2 然後就0-2 那在這裡啦 我們就會出到Y-3 那我們就除X 另外呢就是5去除2的 那我們這裡呢就組好它 那其實Y-3 那其實Y呢是等於5除2的X 再加3的 那這個呢就是那個 EQUATION OF L 就是這個 而我們再繼續下去呢 就會做第17題的 那它就需要我們找回 那個Center 那個的Coordinate 和Radius的長度是多少 那第一樣東西啦 那我們去做APAC的時候 那我們要把它變成 就是GENERAL的公式 那怎麼變呢 那我們是X-H 再是Y-K 因為H和K就是我們那個原心 而R就是那個RADIUS 就是半徑 那我們中間就是要減的 因為本身的公式 X-H二次 再是Y-K二次 再等於R二次方 那這個前面就不用理它 因為本身也是減數 那又加這裏 就是Y-負3 我們把它變成-負3 因為其實負負就靜 沒什麼問題的 那右手邊呢 我們要把9變成3的二次 那根據我們那個GENERAL的公式 對啦 這裡是GENERAL的 EQUATION 那我們就要找到它的原心H-K 其實呢 就是5和負3 那我們就是看這個 這個代表我們的H 這個代表我們的K 而這個代表我們的R 然後呢 我們就知道它的半徑 GRADIUS 就是3 而去到B部分 B部分 這裡呢 我們就要把前面這個4 就處理了它 因為其實大家都會看到 我們那個公式呢 其實就前面是沒有東西的 那個X的前面 那所以呢 我們4X二次 加4Y二次 等於7 第一個就是除了4 就變成X二次 加Y二次 等於7除4 而下一步 我們就做個樣子 X就是X-0 2次 再Y-0 2次 再等於呢 我們這裡就要做開方了 就開方7除2 2次 那所以呢 我們去到這裡 我們去到這裡 我們那個HK 其實呢 就等於00 就是Origin Origin 就是0位 對啦 中間那個 XY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0位 那接著呢 RADIUS 就等於開方7除2 那其實擺好的陣呢 就很容易做的了 那去到第18題了 那十八題那裏 我們都一樣要看回 它那個 general的equation 是什麼 那我們這裡呢 就要找Center 和Radius 那留意啦 我們呢 就要用3方的 就是不可以用小數點 那呢 A部分那裏 那我們看啦 我們呢 X二次 加Y二次 加DX 再加呢 EY 加F 等於0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的general form來的 那我們看回啦 中間的這個 和這個 那H 就會等於是D除2 那負D除2 而K呢 就是負E除2來的 來的 來啦 那我們看完啦 這個 首先找了這兩個先 那我們這裡啦 那個Center 那就是負D除2 那這個的D呢 其實是6來的 就是負6除2 現在那個E呢 負E就是負負得正 就是2 除2來的 那所以Center呢 整理好之後呢 其實就是負3和1 那去到那個Radius Radius 那這裡呢 就是D over 2 的2次 再加E over 2 的2次 再選一個F 然後呢 再開一個方 那就找個Radius 那這裡啦 那這裡啦 我們看啦 那它就是 除2 就是負6 那我們這個是正6啦 6除2的2次 再加回 負2除2的2次 再減個負6的 那再開回它的方 那我們按機呢 就找到是4 那所以radius呢 啊 就是4來的 那就用相同的方法 我們就會去做B Part 那B Part那裡啦 都是一樣啦 我們呢 都是不喜歡 XY前面是有數值的 那所以呢 我們呢 有第一步 就是要將整條公式 是將它 前面那個呢 就 不要那個2來的 那就是 怎麼做呢 就是整條公式一次過除2 那就變了X2次 加Y2次 再加呢 8除2的X 再減2Y除2 再減1除2 等於0 那跟著啦 我們呢 這個 就是 D除2 那個-D除2 就是我們的H 那K呢 就是-E除2來的 那就是說呢 我們那個center 就是呢 這個出來就是-4 就是-4 就是-4 除2 還有呢 就是-1 除2 那所以 最後的center 就是-2 還有 2分1的 那跟著啦 去到radius 那剛剛也有說過了 那剛剛也有說過了 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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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跟著去到最後這題 就是我們第21題 那我們第一樣啦 就要看回我們就是 有這個general的公式 那也知道center 是H 還有知道呢 它是穿過 這兩個點 對啦 那我們就要找回D和E的值 那我們第一步呢 就把這個公式寫出來先 X2次 Y2次 DX EY 加79 等於0 那第一個啦 它就 說呢 它會是 穿過 25的 那所以呢 我們把A.25放進去 A.25放進去 那我們就會出到第一個公式 就是2的2次 加5的2次 再加2D 加5個E 加79 等於0 那這個呢 就是第一條式 那麼我們化檢完之後呢 就會出2D 加5E 加5E 是等於-108的 那這個呢 就是第一條的公式 那跟著啦 我們就會是 再做第二條的公式 那第二個呢 它就穿過了10和3的 那所以呢 我們第二條式 就是把B點 10和3放進去 那我們出了10的2次 加3的2次 加10個D 再加3個E 再加79 等於0的 那呢 我們化檢了之後呢 就是10個D 再加3個E 就會等於-188 那而我們下一步呢 就會是用 我們的1色 對啦 減2色 對啦 反過來 用2色減1色 用2色去減1色 乘5的 因為想把這個抵消了 那我們出到呢 就會是10個D 加3個E 加3個E 那這邊就照是-188 那另外這裡啦 就是 5 去乘2個D 再減5乘5個E 那再這邊 減5乘108 變成5乘108 那我們化檢完之後呢 就會找到 找到呢 它是 兩個 找到呢 它出來呢 是-22個E 是等於 352的 那那個E呢 就會是-16 那再把它呢 放回入我們的1色那裡 將E 等於-16 放回入1色 那我們找到呢 其實D 就是-14 對啦 那這裡呢 我們就找了 D和E的值 那我們第二樣呢 就要找那個 H 是什麼 那個值是多少 因為它就是個原心來的 那我們開頭啦 公式就是這個 那我們就拉回來這裡看 開頭公式是這個 那我們呢 分別找了 D和E的值 那就是我們 X2次加Y2次 再減14個X 再減16個E 加79 等於0的 那所以呢 我剛剛說了 我們呢 -D除2 就是個H值 -E除2 就是K值 所以呢 H的值 其實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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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開始這裡 我們第一步就找回這個 是7和8 所以我們首先找了mh的slog 即slogmh 就是9-8 再4-7 我負1over3 然後因為mh這條線和l的比例是parindicular 即slogmh相乘是-1 所以slogmh其實是3 下面用回普通公式 y-9 x-4 y等於3 所以y等於3x-3 這個就是 l